哇塞 这气费我开谁啊 反向消费大家听过吗 听说今天特别流行 我尝试过了才知道 反向消费不是消费降级啊 是花小钱办大事 就像我们这次去云南旅游 就尝到了反向旅游的天空 避开暑期高峰 机票打折人少不用排队 实在是太惬意了 我云南旅游到视频发出去之后 好多人安利我 说杭州也有花小钱办大事的地方 建议我去沃尔玛看看 正好新学期也开始了 去沃尔玛采购点食材 开启学生哥的早餐系列 给家里人买吃的 还是要来靠谱一点的地方 货全品质还好 这个牛腩软蛋糕里面有5个鲜鸡蛋 买两个回去尝尝 上新买的酸奶 再拿两个 这个培根够早餐吃 这个歇腿 哇这个好 哇这个给来一个 好香啊 19块钱 哎来点鸡翅 好久没吃了 现在还有沃尔玛中秋活动 更划算了 走吧结账 我帮我买了两个 这个我们尝尝 哇这个蛋糕好松软啊 哇还Q弹Q弹的 奶香味特别浓 口感很绵密啊 甜甜的而且还不腻 我看一下朋友表啊 没有加一滴水 都是纯牛奶和鸡蛋 那我也尝尝啊 价格只需要14块9块9吗 都贵的跟网红链的差不多 价格比较一半真太香 我准备晚饭了啊 扣起来 一刀肉敲就想吃个饱之类的 用培根待会多个豆腐饱 然后鸡翅也好久没吃了 这俩人吃鸡翅啊 都不喜欢下手拿着 所以我一般把这个鸡翅都从中间给它剪开 方便他们夹着吃 现在我要给它腌一下 地料酒 生抽两勺 蚝油 给你们一点黑胡椒盐 再来一勺玉米淀粉 然后给它刷一下 腌半小时 现在我处理一下配菜 我还买了这个松烟蟹 这个也不错 全都是对半切好的 这些蟹腿就配着送的空母汁 直接蘸着吃 就特方便 哇 这一大排整切培根 还不到20块钱 这除了做早餐 拿它来做豆腐饱 也是非常不错的 小米辣一个就够了 煎鸡翅 放鸡翅的时候火先小一点 大概炒一个中火 煎到鸡翅之后 然后把它烤馍放进去 加点中火汁进去 开大火了 然后就放鸡翅 把它放锅 来撒一点汁 来点葱花 一个非常好吃的 烤馍煎鸡翅 这个好 哇 自己吃了 一律就脱骨 又香又嫩 切好的豆腐 放到盆里 扣三个鸡 扣一个饺子散 油热 然后油鸡 轻轻的滑 先煮出来 再用点油炒香 一部饭沫 盆上盆上的花 起来炒香 然后把盆盆放进去 一块牛肉沫 炒香 炒香 然后放一勺豆瓣酱 鸭粉 生抽 蚝油 放半勺糖提鲜 胡椒粉 给点鸡精 煮开 关火 放个海鲜锅 涂点蔬菜在盆底吧 放一些菌类 再把刚才煎的鸡蛋 给它倒进去 刚才我们炒的这个汤底 再放一点点青椒 给它点缀一下 盖一盖 五分钟关火啊 很累 我们刚才分工明确 有做饭的 有烧碗的 有支取不乱 哇哦 拌饭锅外点死 哇 好鲜美 是这个 鱼肉很好吃 我吃这个人的 稍微点 吃什么吃饭 哇塞 这么丰臭 你吃到我开谁啊 嗯 我吃完吃这一口 我就知道你爱吃 面粉还有这个牛奶软蛋糕 再给你搭配牛奶 你气和呗 气和 这个菊乐宝纯酸奶桶 超大一桶才九乖九 配料表干净简单 你早不是说你要喝酸奶吗 嗯 那你配个吃吧 相间计审划一下 考虑到你俩了 不然下手吗 你看俩一咬 肉都下来了 一口脱骨 很好脱骨 你符合你的牙口吧 我们做成五骨的就好了 哇 这个拌米饭肯巨香 这个拌饭肯巨香 我先来点 果然妈妈们的安理就是靠谱 这沃尔玛的东西好 价格还很便宜 中秋也可以到沃尔玛 去准备一场中秋佳宴 不用去外面 人紧人的排队吃饭 多好 太香了 你俩 你看老师第一个同心 我们俩要买个肚子一块 给你出于最大的肯定 哦